听见完了,那里有个干尸已经成神了 湖南深山经现百年不符的神秘干尸 四肢关节活动自如 手臂还有清晰的血管 脸上涂满油漆,看起来十分诡异 民间传说,干尸可以夜间行动 想要除魔宝一方平安 专家深入调查,当场被吓得冷汗直流 神秘干尸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2017年,民族专家彭以达 奔走在湖南省平江县的深山里 早在多年之前,他就听说过一个恐怖的传说 相传大山深处有一具干尸 它不但可以自由行动 而且每到深更半夜,干尸就会翻山越岭四处游走 好家伙,半夜碰到一具会走路的干尸 想想就觉得后背发凉 可当地的村民却不害怕 他们声称,干尸从来不会害人 他之所以云游四方,就是为了降妖除魔,保一方平安 彭以达刚开始听到这个传说的时候并没有往心里去 毕竟这个故事太离谱了 干尸会动,而且还会降妖除魔 不知道的还以为搁这儿写小说呢 可当他得知这个传说已经流传了好几十年 表情立马变得严肃起来 因为彭以达明白 当地民风传谱 村民们不会无是生非 更不会瞎编一个故事流传几十年 所以这个恐怖传说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彭以达此情的目的就是为了找到这具神秘的干尸 可他心里始终没底 因为当地气候条件非常潮湿 自然状态下根本不可能形成干尸 难道这座大山里有宝藏吗 人们为了守护这些宝藏 就编造出了有关干尸的传说 以此吓退那些想要寻宝的人 彭以达心里充满了疑惑 他四处打听多方询问 得知干尸出现在石牛寨附近 可当他穿越大山来到石牛寨后 却彻底傻了眼 本以为石牛寨是一个小山村 没想到面前的一整片大山都属于石牛寨 想要在这里找到一具干尸 无异于大海捞针 彭以达只好逢人就问 希望能得到有关干尸的线索 让他没想到的是 村民们对此事一问三不知 还真是奇的怪了 外面的人口口相传 干尸就在石牛寨 可石牛寨的村民却对此事毫不知情 这没道理啊 难道他们在刻意隐瞒真相吗 彭以达多了个心眼 每次询问的时候都会注意村民的表情 看到他们的眼神闪躲 神情紧张 彭以达更加坚定了内心的想法 干尸就在这里 可是村民们守口如瓶 该怎么找下去呢 就在彭以达漫无目的地转悠时 突然发现山沟里出现了一座寺庙 寺庙的规模不大 而且位置很偏僻 整整一天都没有什么相克 彭以达心里有一种强烈的预感 自己要找的东西就在这座寺庙里 为了防止村民阻挠 他就蹲守到了晚上 离开寺庙大门后 彭以达被眼前的一幕吓得直打哆嗦 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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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完整整 但是他的皮肤 包括他的指甲可以看保存得很好 湖南深山经现百年不符的神秘干尸 四肢关节活动自如 手臂还有清晰的血管 民间传说 干尸可以夜间行动 想要除魔宝一方平安 专家深入调查 当场被吓得冷汗直流 彭以达敲了敲寺庙的大门 没过多久 大门就被缓缓打开了 开门的是一个老道士 留着长长的白胡子 看起来颇有几分先锋道鼓的感觉 寺庙城中央供奉着一尊雕像 瞬间吸引了彭以达的目光 这尊雕像给人的感觉只有两个字 诡异 简直太诡异了 他的头歪向一旁 表情显得很不自然 和其他正常的雕像完全不一样 看起来就像是人死之后 皮肤干枯收紧的样子 和电影里用遗体做成的蜡像非常相似 彭以达越看心里越发毛 道长 这就是传说中的干尸吗 没想到彭以达刚刚问完 道长就下了逐客令 天色已晚 施主请回吧 彭以达更加想不明白了 整整一天 自己遇到了太多怪事 不但村民们神情紧张拒绝回答 就连道长也支支吾吾 不肯说明实情 彭以达有些恼火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搞得这么神秘干嘛 第二天晚上 彭以达再次来到这间寺庙 道长给他开门之后 就来到神像旁边念起了经 彭以达这次学聪明了 他先是对着雕像磕头跪拜 然后站在一旁静静地等着 道长这次并没有赶他走 而是拿了两个奇怪的东西进行占卜 然后带着彭以达走进了屋里 虽然道长全程没有说话 但彭以达心里明白 自己苦寻已久的秘密就在眼前 两人穿过漆黑的暗道 来到雕像的面前 彭以达近距离观看之后 心里更加震撼了 这尊雕像绝对不简单 紧接着道长解开了雕像的衣服 竟然露出了光滑的皮肤 而且关节四肢活动自如 手脚上面还有血管和指甲 彭以达彻底傻了眼 原来这尊雕像真的是一具干尸 难道当地流传的恐怖传说是真的吗 道长 这具干尸真的能动吗 此时此刻彭以达的嘴都在打哆嗦 结果道长直接给了他一个白眼 尸体怎么能动呢 彭以达更加纳闷了 寺庙里为什么要供奉一具干尸呢 此人究竟是谁 传说中干尸能翻山越岭 降妖除魔又是怎么一回事 面对彭以达的种种疑问 道长终于不再隐瞒 将自己知道的秘密全部讲了出来 湖南深山京县百年不符的神秘干尸 四肢关节活动自如 手臂还有清晰的血管 民间传说 干尸可以夜间行动 降妖除魔保一方平安 专家深入调查 当场被吓得冷汗直流 道长声称 这具干尸是多年之前从山上搬下来的 至于他到底是谁 道长也无从得知 但可以肯定的是 干尸生前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死后肉身不腐 被当地村民称为立地成仙 从此之后 这具干尸就被人们供奉了起来 至于民间传闻的干尸能驱邪避难 道长却表示自己毫不知情 彭以达听到这里更加纳闷了 搞了半天 自己只是见到了干尸 对于谜团背后的答案 还是毫无头绪 当地村民虽然对干尸顶礼膜拜 却始终不肯透露任何信息 彭以达无奈 只能回家查阅资料 他将当地县制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却没有发现任何线索 仿佛这具干尸是凭空出现的一样 彭以达突然想起道长说过的话 干尸生前德高望重 当地百姓对他非常崇敬 说明他是一个身份特殊的人 干尸身上穿的衣服 是一件典型的道教服饰 上面画着阴阳八卦图 而古代道士终其一生 都在追求长生不老和肉身不腐 由此可见 这具神秘的干尸很有可能是一名道士 为了寻求真相 彭以达再次来到石牛寨走访调查 询问当地有没有哪些德高望重的道士 结果问到一户姓张的人家时 终于找到了答案 张家族府上详细记录了干尸的各种信息 此人名叫张莫烈 出生于公元1839年 从小跟着一位高人修行道学 练就了一身好功夫 张莫烈为人正直善恶分明 以除暴安良保护百姓为己任 将当地的土匪恶霸打得落荒而逃 不但如此 他还精通医术 经常穿越在大山深处 给村民免费治病 张莫烈77岁那年 开始壁谷修行 每天只吃三颗酸枣 直到去世 死后肉身不腐 在村民眼里就是得道成仙 文革时期 张家人担心张莫烈的遗体被破坏 就把他偷偷藏在了这座寺庙里 村民们也对此事守口如平 这也难怪彭义达前来调查时 碰得一鼻子灰 而民间传说 干尸可以翻山越岭 成恶扬善 说的则是张莫烈生前的时候 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流传 越传越离谱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我们下期视频精彩继续 有点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